买个便宜货,花得更少,过得更好 各位们好,欢迎收看本期动手风向标 那么上一次我是来说了一下我家里的8盘位的NAS 当时还记得我说的吗 我说我家里的8盘位NAS它里面有8块来自于东芝的3TB硬盘 已经稳定运行了5年的时间 非常的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出 结果这期视频发布之后大概只有两天 有一股未知的神秘力量 让我的4块硬盘同时都出现了坏道 这个把我给吓坏了 大家都知道尽管我是锐的10 但是出现4块硬盘有坏道的话 风险还是很大的 那这时候我自然就需要替换硬盘了 那么我已经把其中的3块硬盘替换成了别的品牌的3TB的磁盘 那么同时呢我还看到B站有朋友跟我留言说 建议我呢去海淘,亚马逊海外购 去买一个这个西部数据的Matebook8TB的移动硬盘 这里面呢他说有可能装着的是8TB的西部数据的亥气盘 那我们都知道西部数据的亥气盘这些比较高端的产品 如果它真的是亥气盘的话 那么这个价格呢就非常划算的 那整个这个移动硬盘从亚马逊海外购买回来的价格 才1200多块钱包邮包税 那么从我下单到到手也就花了三天的时间 所以虽然是海外购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那么这个硬盘的具体呢 推荐买个便宜货之前也有推荐过 那么我就在这里放上了买个便宜货之前推荐过的链接 那么有需要的小伙伴们自己去找一下 那么这张硬盘已经到手了 那么自然要给大家来展示一番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硬盘呢就是直接放在这么的一个盒子里头 然后亚马逊外面再套了个盒子就可以送过来了 所以漂洋过海这个风险还是有一点的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原始包装就是这样 然后呢硬盘的主体呢 是被两个泡沫塑料给它夹着的 我们把这泡沫塑料拿掉 OK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硬盘的本体了 MyBook系列 它一直在使用的这个钢琴漆 那么这个硬盘呢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说打开来看了一眼 这个钢琴漆呢 就经过我们的小伙伴每个人摸了一下呀 然后再经过放到桌子上 然后蹭一蹭啊 你看也就一天的时间 首先这个钢琴漆上已经全部都是指纹了 然后我们还能看到这个侧边 哇塞 已经有地方出现划痕了 所以一个移动硬盘 这样每天都使用的东西 西部数据 很多代了 一直都是用这种钢琴漆来做 我觉得这个脑子也挺缺的 那么既然是一个3.5英尺的产品 它自然是有一个电源适配器的 大家也不想看 对不对 那么硬盘产品长得就这么大 硬盘在这中间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硬盘盒给它弄开 弄开之后呢 我们再看里面装的是什么盘 然后拆这个硬盘啊 又费了我一番功夫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整体上呢 这个底座是插进去的 所以你需要呢 拿一两三张信用卡至少的 分别呢 把这里 这里的卡扣给它撬起来之后 再用另外一张信用卡 连在这个侧边这个脚 猛的往上拉 你听到卡扣嘎吱嘎吱响的声音 也许还会有一点点碎裂 不要管它用力抽 你就能把这个抽出来了 你看这个盒子我们放到一边去 我们来看看这个卡扣 这边呢 是有三个卡扣 这边呢 是有两个 你总之把它们微微的撬起来 然后从侧面把它撬开 然后我们来说说看这块硬盘啊 这块硬盘呢 是白色的包装 跟外面零售版本不太一样 它一看那是OEM的公包 然后我们能看到出厂日期呢 是2018年的5月5号 型号呢 是WD80EZ-11T DBAO 那这个系列呢 依然是西部系列西下高端的 虫氦气的系列 那么转速呢 外面零售版本是7200转 它使用的是一个降速版的 5900指南的转速 然后呢 同时这个硬盘的缓存 也是从早期版本的128兆 提升到了256兆 那么更大的缓存呢 意味着提供了更好的读写效率 那么从我们实际企业来看呢 它的读写速度 基本上可以达到190兆每秒左右 读跟写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有一些大文件的突发 是能短时间内达到接近300兆 这个硬盘还是非常猛的 那么想要拆解下来 这块硬盘呢 里面它四个角落 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六角螺丝了 那么这个拆解也非常简单 我手头是有工具的 比如说之前米家的这一套 微压的工具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使用一下 那么如果呢 我需要把这个硬盘给它拆下来 放到我的NAS上 那么我还需要 再把这个控制芯片 这个是给移动硬盘上合用的 我们把这块给它拆下来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硬盘拆下来之后 这上面呢 还挂着一半的 这个移动硬盘的功能芯片 那我们把这个移动硬盘功能的 这个东西给它拆下来之后 跟原来的盒子放在一起 原来的移动硬盘盒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把这一块拆下来 这个的拆解就比较简单了 我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赛特接口插进去的 应该是这样就能下了 OK下来了 轻轻的往一推就下来了 那么至此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8TB的 5900转的西部数据的氦气盘 那么接下来我就需要我的NAS上 把这个硬盘给它更换一下 好了 这个接下来恢复这个NAS里面的硬盘 就流程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你进群晖的系统 在群晖的系统里头 把你摇坏的那块硬盘 给它先停止掉 然后把那块坏的硬盘拆下来 把这块氦气盘给它装回去 装回去之后呢 点击群晖系统里面的修复系统 那么这个修复时间非常漫长啊 基本上可能要修复10个小时以上 等它完全修复完之后呢 这块字盘也就完全替代了 越来越来越损坏的字盘 这样你的RAID10 又可以继续坏硬盘了 因为你是使用的RAID10 等到你的硬盘在某些字盘 再出现故障的时候 那么整个你的系统数据 依然还是可以得到良好的保护的 这也是我们组建RAID10的目的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流程 我觉得有什么金德体会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买硬盘的时候 不要像我一样 买同一系列 同一批次 就是几乎同一时间生产的同一个品牌的产品 这样的话 如果它的质量不稳定的话 很容易出现 要坏又同时坏 另外一个就是NAS这样的东西 它对于电源的要求比较高 如果可能的话 你把它接在一个UPS后面 或者把它接在一个稳压器后面 那我家里是没这个条件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你尽量使用不同品牌的硬盘 这样它不一起坏 还是能让你的数据更加安全一点 这也是我在B站的时候 看到B站小伙伴们给我回答的信息 我觉得他们的提议非常有效 非常谢谢你们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多种分享标 如果你喜欢 不要忘记订阅多种分享标 如果你对视频中各种各样的特价商品感兴趣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主站 买个便宜货 我是一个还缺94万粉丝 就100万粉丝的博主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